一个作品最终能不能漂亮呈现 决定的关键往往不是创作本身 而是沟通的过程 相信你一定听过不少专案翻传的鬼故事 甚至自己就诚释故事语的主角 所以作为一个创作人 不只要会说故事 更要懂得来故事 我是二期设计的导演林承轩 替迪士尼、IKEA、麦当劳等无数化过程台 招拉过视觉与动态 并担任过五届国庆语金曲奖、花博等大型专案的导演 从上看板人的团队规模 和国家级别的高长度专案 我都经手过 但入行的第一年 其实我是个不善言辞 社交场合总先偷偷离去的人 一路经历的业界鬼故事更没有少 大概碰到创作、沟通上的挫折 我都碰过 我也都懂 所以这堂课我想带给大家的 是我近十年专案经验中 那些最深处的创作、沟通、私藏兵法 在客户端带你掌控修改、说服客户 在团队端不具危机应对、精准调度 但在创作上 从前期学会短时高校产出领感 制服高难度提案 大后期扎实高通剪辑 整个美角、摆漂亮收尾传案 但无论是在设计师、体验、接案 或任何一个逃不掉专案沟通的职业力 不再害怕修改、沟通 更能驾驭高强度专案 情绪迈向总监、导演路上的必备本领 不只说好故事 更把故事卖好